我们刚才说了一些文本标签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一种标签 也属于一个文本标签 但是呢 那叫什么呢 叫做一个 列表啊 列表标签 那我们说什么叫列表 知道吧 列表最典型的 如果你去超市买东西 你会列一个什么呀 购物清单是吧 买这个买那个买这个买那个 会有一个清单 那这清单是不是 它分成一条一条的呀 那这一条一条的 就是一个什么呀 就是个列表啊 就是列表 同样在我们这个什么呀 在我们这个html里边 也可以创建什么呀 列表啊 列表来 列表就什么呢 就相当于我们什么呀 去我们这个超市购物时 买的呢 的那个什么呀 购物清单 购物清单 在我们什么呢 在我们这个html中 也可以什么呢 也可以创建 列表啊 列表一共什么呢 在我们这个网页中 一共有三种 列表啊 三种列表 哪三种 第一种我们叫一个什么呢 叫做一个 无序 列表啊 无序列表 也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列表 无序列表 顾名思义 它是什么呀 没有顺序 就是说你这列表向里边干嘛呀 没有什么顺序的要求 就先干哪个先动哪个都无所谓 叫一个无序列表 第二个叫什么呢 叫做一个有序列表 有序列表 也就是我这列表向一个一个 是有什么样 有顺序的啊 有顺序的 还有第三一个 我们叫做一个 定义列表啊 一共就这三种列表啊 就这三种列表 那其实我这列表什么样啊 那其实我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列表啊 哎 这个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属于什么呀 有序列表 哎 一二三 一项一项的啊 有序列表 那我们来看 在我们这里边怎么去创建列表 在这儿 我们来先说我们用的最多的 谁呢 叫做一个无序列表啊 无序列表 那我们来说 使用什么呢 使用我们这个UIL标签来创建一个 无序列表啊 来创建一个无序列表 直接写了 来一什么呢 UIL 然后一table 这什么呀 UIL一天 这就创建好了一个无序列表 但是有问题了 你说我这创建完了有没有东西 哎 什么也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相当于干嘛呀 我想写列表 我把这个值已经拿出来 但是我往直里边填东西呀 没有 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白纸啊 白纸 所以注意在UIL里边 我们列表有一个一个什么呀 叫做一个列表像啊 列表像 我们使用什么呢 使用我们这个LY 在我们这个UIL中 什么呢 哎 创建 一个一个的什么呀 列表 像 一个LY就是一个列表像 什么叫列表像啊 我们来看 这是不是就我是 我列表里边的一项啊 哎 然后这是不是又一项啊 我这列表一共有什么呀 有三项 有三项 我们就对应了三个什么呀 LY啊 对应三个LY 比如说我这来一个 LY LY我这写一个 比如说写一个这个西门大官人 我这一保存 这个西门大官人就是一个什么呀 就是一个列表像 我这一保存 然后一刷新 楼里 是不是出来了一个 你看前面多了一什么呀 多了一点 但你这写一个呢 怪寂寞的 我们看不出效果 咱们多写几个 来 再来一个这个柴大官人 柴大官人 还有一个这个是许大官人 许先许大官人是吧 还有一个凑四个吧 来一个这个 唐僧大官人 哎 一共是这么四个大官人啊 我这一刷新来走你 哎 你看 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列表啊 哎 叫做一个无血列表 无血列表什么特点 你来看 他们前面这叫什么呀 叫项目符号吧 哎 项目符号 所以这里边注意 无血列表这个项目符号 是什么呀 是这种圆点的这种啊 什么呀 符号吧 哎 这种符号啊 使用这种无序的项目符号啊 他使用无序的项目符号 好 那这里边我们叫做一个无序列表 那我们来看这无序列表 前面使用点的 有时候干嘛呀 我不想用点的是吧 那有时候需要什么呀 我需要一个 小方块 有时候需要什么呢 需要整个 圆圈 对吧 哎 那这东西我能不能改呀 哎 我们来看看怎么改 直接来看什么呢 看我们这个文档 html html 有一个html 标签列表 搜谁呢 叫做一个 UIL UIL在这呢 点开它 UIL来创建我们这个无序列表 然后直接看它这些属性 有一叫什么呢 有一叫做 type 哎 type我们来看 它这边有三个值 什么d4个呀 什么square啊 什么circle 是不是有这么三个值啊 哎 那这type干嘛呢 通过type属性可以 通过我们这个type属性可以修改我们这个无序列表的一个什么呀 哎 项目符号啊 项目符号 它有这么几个可可选值 我们直接来看吧 这里边直接来一个来一个这个typetype有一个值叫做一个这叫一个disc 这什么意思呀 一刷新有变化吗 没变化 所以这叫什么呀 哎 默认值 哎 叫做一个默认值 叫什么呀 就是一个实心的什么呀 实心的 远点啊 实心远点 还有一个叫做一个 square是吧 哎 这什么效果呀 我们来看效果 一刷新走你 什么呀 方块啊 方块 但是这玩意儿不用记啊 待会给它忘了就完了啊 咱们讲一下 不用记 啊 sicle 这是一个什么呀 实心的一个 方块啊 实心的方块 哎 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呀 circle circle是一个什么呀 哎 一个圈啊 一个圈 圆圈啊 圆圈 不用记啊 一个也不用啊 一个也不用 circle是一个什么呀 哎 空心的圆圈 哎 就说一个啊 咱们就看一眼 咱们熟悉一下就OK了 这东西不用啊 不用 即使你记住了 你也给它 忘了 哎 忘了 因为记住了 还浪费你这容量是吧 哎 我们说这种东西我们都是不用的 为什么不用 一块注意啊 不是 思想台的事 关键是这东西吧 它 它有问题是吧 哎 有问题 注意 注意什么 项目符号 哎 叫什么呀 哎 默认的项目符号 我们什么呢 我们一般都不 使用 不论是实心的 还是空心的 我们都干嘛呀 都不用 为啥呢 我们先给它换回来啊 我不写 是不是就换回它这个默认值了 或者直接来一个这个 哎 保存 我们来看效果 一刷新 这点是不是出来了呀 哎 来 咱们看别的浏览器 咱们打开 多打开几个 打开groom 再打开谁呢 打开我们这个 哎 我们要看什么 我们来 小一点 把这哥仨呢 给它拖一块去 你跟这 你跟这 哥仨给它凑一块 凑一块要看什么呢 哎 我们要看它这点 这是不是太明显了 哎 在不同浏览器 它这点 这 这这这火狐的 是不是大呀 哎 一这个月 太小了 这个 croom 这个方是吧 哎 有点方 你发现这个点在不同的浏览器里 显示效果 是不是不一样啊 哎 不一样啊 所以注意这些东西都是浏览器 默认设置样式 但是呢 在不同浏览器里显示的效果 不统一 而我们以后开发的时候 我们说 如果这个效果不同一 这玩意好不好看啊 不好看 我们希望在什么呀 在不同的浏览器里 显示效果都是什么呀 都是一致的 所以这点我们不要啊 不要 我们不会使用它这个 默认项目画 那么说如果我们需要用 我就需要使用项目画 我就需要使用这么一个圆点作为项目画 那怎么办 首先前提是默认的一定不能用啊 那问题就来了 那默认的不能用 我们是不是就需要给这个默认的给它 去掉啊 哎 那怎么去掉这个默认的 那我说我不写type行不行 不写type行不行 你不写人家有什么呀 默认值是不是还是它呀 那么就需要把它给去掉 那怎么去掉啊 哎 就要用到我们那个什么呀 css啊 来一个 我们来去掉我们这个项目符号 去掉我们这个项目符号 怎么去啊 我们要给我们这个 URL来设置一个样式 一个样式叫什么呢 叫做一个list style 叫什么呀 列表的一个风格 对吧 我们来什么呢 来一个 no 一保存 再一刷新 走你 这点是不是就没了呀 所以注意 它的项目符号 我们一边都不改 都干嘛呀 都得给它去掉 省着给我们 碍事 哎 那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同学说了 那这点我就需要怎么办 我想要这个点怎么办 那注意 为了统一效果 这个默认项目符号 我们是不用的 我们如果 需要设置项目符号 则可以采用 为我们这个 LY设置背景图片的 这个方式来 设置 如果你真要设置 就干嘛呀 给他加一个背景图片 这我们以后设计都在说 现在先不用管他 那为什么要加图片啊 哎 我整一图片 这图片在各种流量器里 显示效果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 哎 可以确保我们这个样式的一个统一啊 样式一个统一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么一个无序列表 无序列表 我们说在上网的时候见不见过呀 其实应该见的很多 最典型的 可能你看一些什么呀 新闻 新闻是否有一个新闻列表啊 这一项一项的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呀 就是一个无序列表啊 无序列表 还有什么呀 哎 还有我们像你见的最多的网站 可能有什么呀 是不是导航条啊 哎 导航条一个一个链接 那个玩意儿也是什么呀 也是无序列表 那同学说了 哎 老师这个玩意儿还 他还竖着呢 是吧 咱们这导航条是不是横着的呀 哎 横着的 但是注意了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呀 CSS样式 那干嘛呀 让它横过来啊 让它横过来 所以这些效果 我们以后都可以用CSS来完成啊 这个东西我们以后用的还是非常多的啊 非常多的 那话又说回来了 我要问你了 UL和RY我们说它是什么元素 先看RY RY什么元素 你看西门大观人 柴大观人 许大观人 唐僧大观人 这哥四个是不是 各占银行啊 哎 各占银行 那就证明我们这个RY是不是快元素 RY是快元素 那他爸爸呢 是不是也是快元素 哎 所以注意我们的UL和RY 都是 快元素 都是快元素 UL和RY都是这个快元素 这就不多说了啊 好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无序列表 无序列表 对应的还有一个什么呀 哎 还有一个叫做有序列表 让注意了 有序列表其实跟无序列表呢 差不多很像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还是谁啊 无序列表用的比较多啊 无序列表用的比较多 我们来说一下 有序列表和我们这个无序列表 类似 啊 类似 哎 只不过什么呢 只不过它使用我们的什么呀 OL 来干嘛呢 来代替什么呀 UIL 剩下的干嘛呀 全一样啊 剩下全一样 所以这里边我们要创建什么呀 有序列表我就写什么呀 写一个OL OL里边同样也写的是什么呀 哎 LY啊 OL里边写的也是一个LY 我们来写一个 有顺利的吧 有顺利的 我们来写一个 写一个这个 写个啥有顺利的 就写我们那个结构 表现 行为 是不是这三个呀 哎 来保存 我们来刷新走你 哎 你看和我们这个UI的一个区别 它多了一什么呀 哎 是不是123啊 123 我们要使用的什么呀 点吧 哎 点 所以这里边我们叫做有序列表 使用什么呢 使用有序的这什么呀 哎 序号 做为什么呢 作为我们这个项目 符号啊 作为我们这个项目符号 所以这里边它是什么呀 有序的 如果你下面还有是不是456 接着往下 往下写了呀 哎 往下写了 所以这两个用哪个 如果你这东西就是需要显示一个 有顺序的 你就用什么呀 用有序列表 如果没有顺序 就是什么呀 无序列表 但是无序列表干嘛呀 偏多啊 偏多 好 这是我们说有序列表 那这里边呢 同样我们说了 无序列表 我们可以指定一个什么呀 type 那有序列表呢 哎 是不是也可以啊 比如说我来一个1 我一保存 咱们来看效果 一刷新 是不是没变化呀 哎 没变化 那什么呀 哎 摸认识 type属性 可以指定我们这个序号的 类型啊 需要的类型 来一下核选值 核选值 我们就有什么呀 1 这就是什么呀 默认值 就是什么呀 使用我们这个 使用我们这个 阿拉伯数字 阿拉伯数字 来 看着 来一个什么呢 A 保存 咱们看啊 一刷新 走你 一刷新走你 是不是小写字母啊 哎 小写字母 来我换一个换一个什么呢 大A 保存 一刷新走你 什么了 大写字母吧 哎 大写字母 所以还有两个值 一个什么呢 小A A 或什么呀 或大A 使用什么呀 哎 采用我们那个 哎 大写 或小写 哎 字母 作为什么呀 作为我们这个序号啊 作为我们这个序号 应该掉一个 我们是小写或大写啊 跟我们这顺移对应的啊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可以写个 A 啊 写个A A什么玩意儿呢 我们来看啊 一刷新走你 什么玩意儿啊 哎 罗马数字啊 罗马数字 来一个大A 就是什么呀 大罗马数字啊 大罗马 来一刷新 是不是这个这个小伙呀 哎 或者是大A 哎 采用我们这个什么呀 哎 小写或者大写的什么呀 哎 罗马 数字哎 作为我们这个序号啊 所以序号 所以这边 它是有这个可选值的啊 可以通过修改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用的 也不是很多 一般我们可以可能 哎 很少情况用他们啊 很少情况去用他们 好 这是我们说的有序列表 还有无序列表 同样我们什么呀 OL也是什么呀 也是我们一个块元素啊 也是一个这个块元素 好 这是我们说两个列表 一个是有序列表 采用的是 UIL里边放的是 LY 还有一个是什么呀 是我们这个 无序列表采用的是什么呀 哎 不是 有序列表采用的是 OL放的是 LY 无序列表是 UIL放的是 LY 然后还要说一个 哎 定义上 我们先不理他 我们先说这两个 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这个列表之间 它都是可以干嘛 的 哎 可以互相 嵌套 哎 都是可以 哎 互相 嵌套的 也就是什么呀 我可以 在什么呀 在无序 哎 列表中 放个什么呀 有序列表 哎 哎 也可以在我们这个 有序 哎 列表中 干嘛呢 哎 放一个什么呀 放一个 无序列表 他们可以互相签到 那我们说 我在无序里再放个无序 行不行 哎 也可以啊 也可以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我们想想怎么写一个 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 简单来写一个吧 我们来写一个这个菜谱 写个菜谱 我这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这个 哎 来一个这个 Ul Ul是一个什么呀 无序列表对吧 哎 无序列表 我们这来一个 Li Li 我先把这个呀 项目方的去除了 我先给他住了 我先不去除 留这项目方 Li 我这里边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这个 鱼香肉丝 鱼香肉丝 然后来一个 嗯 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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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报啥 公报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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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这个 Li 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这个 哎呀 饿了 青椒肉丝 青椒 鸡腰椒 肉肉丝 青椒肉丝 哎 我就写这 撒菜 我们意思意思啊 我这保存一刷新 走你 哎 你看菜谱 我列出撒菜来 鱼香肉丝 公报鸡 是不是青椒肉丝啊 哎 那么说了 我这是一个什么呀 是个菜谱 我需要干嘛呀 我需要来说明一下 这三个菜 是不是怎么做的呀 那我可以干嘛呀 来举个例子 我可以在这个鱼香肉丝里 我再给它干嘛呢 哎 我再给它套这么一个什么呀 有序列表 我在这有序列干嘛呢 我来说明一下 我这个鱼香肉丝需要的什么呀 材料啊 需要材料 比如说举个例子 来一个ly 鱼香肉丝 可能需要什么呀 需要个鱼 需要个香是吧 香你们都知道了是吧 需要个香 然后需要一个什么呀 肉丝啊 肉丝 你想把肉还有丝再分开是吧 那你们有想法是吧 鱼香还有肉丝 哎 那现在干嘛了 我是不是在这个 UL里边就套了一个什么呀 OL 来咱们看效果 这一刷新 走你 看效果吧 哎 这个列表会自动在这干嘛呀 是不是进行一个缩进啊 哎 表示这个东西是对我们这个鱼香肉丝的一个什么呀 描述告诉你他需要什么呀 这三个材料啊 这三个材料 那好 那这样说我们这可以套一个UL里边可以套一个OL 那能不能再套一个UL啊 也可以 比如说公报基贴这我套一个UL 公报基地好像不是这个报是吧 是宝 宝是吧 哎 宝啊 你没文化是吧 来UL里边来一个RY RY 咱们就意思意思吧 公保 公保基地 基地 保存 哎 是不是这么一个啊 哎 我就演示一下意思意思啊 当然没有这么吵的是吧 公保是个人是吧 公保是个人啊 那现在我们来看效果一刷新走你 哎 你看 是不是项目方自动变了呀 哎 自动变了 我要说明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呀 我们在无序那边里可以套有序那边也可以套什么呀 也可以套无序 在有序里也可以套什么呀 无序也可以套什么呀 有序 它是可以互相去欠套的 但是你要注意了 我一般情况下都是把它放哪啊 放LI里啊 放LI里 你单独放的一般意义就不大了 一般我们都是给他放到这个LI里啊 他们之间是可以互相去欠套的啊 互相欠套的 当然了 我们说如果你想把这个OR这符号给它去了 行不行啊 这123给它去了行不行啊 也行 都是那个list的style啊 都是那个list的style 好 这是我们说这个两种列表 无序列表 还有有序列表啊 这个列表在我们这个实际开发中 会用的非常非常的多 现在呢 你们先有一个大概的印象 我们用的时候会一点点去展开它啊 去展开它 无序列表 还有有序列表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定义列表 定义列表的稍微麻烦一点 咱们这样吧 今天我们先说这么多 明天我们再说吧